南加州华人传统桥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5周年晚会 在蒙特利公园市美丽华大酒店是隆重举行了 国会众议员赵美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王磊 还有洛杉矶社区学院的理事会理事五国庆 部分华裔的民选官员 南加华人传统桥社的代表 以及洛杉矶各地的传统桥社500多人 参加了12日晚上的庆祝活动 国会众议员赵美馨在致辞中 祝贺中国65年华旦的到来 并感谢南加传统桥社用如此盛大的晚会 所表达对祖籍国的一份热爱 他在会上向张永恒等四位侨领颁发了荣誉状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王磊说 他刚刚走马上任就赶上了南加传统桥社 举办的中国国庆活动 场面如此盛大 让他深深感受到传统桥社 对祖籍国的一片深情厚意 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分会会长张永恒表示 南加州华人传统桥社看到祖国日益强盛 改革开放受果累累 他们从心里为之自豪 传统桥社代表解释说 由于近年来南加州华人大幅增长 参加国庆活动的人数也日益增长 但由于场地的限制 任何一家大型酒店都无法容纳所有的新老桥团 因此他们传统桥社决定 当晚单独举办一场晚宴 表达他们对祖国昌盛人民幸福的祝福 天嘉卫视记者孟子文采访报道